今年是中国攻克杂交水稻难关50周年 近日中国科学家破解水稻生殖隔离难题 相关成果于7月26号以研究长文形式发表在国际期刊细胞上 将为培育超高产水稻品种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有望实现杂交水稻单产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提升15%